我們願意相信我們的品質 我們這個時候怎麼去重新設計一套產業的規則 重新設計一套產品 利用我們跟對岸關係的一個友好的一個發展 趁機銷售我們 至少可以把這個大媽抓個十分之一 台灣的出口就不用擔心了 對台灣怎麼樣來面對中國唐大的消費力 有轉化為對我們自己經濟有幫助的動能 今天廣告馬上回來 好 剛才講到中國強勁的消費力道 所進一步帶動的相關影響力 甚至中國大媽也變成了影響全球市場的一個關鍵因素之一 不過回頭來看 根據了中國官方的估計 中國人民的儲蓄率居然是大約有占到GDP的50% 我們想要請劉老師帶我們來看一下 中國人即使到現在還是非常習慣把錢存在銀行嗎 不過他們的利率相對來說是比較低的 又在這麼高的儲蓄率狀況之下 是不是使得他們內部也有很多熱錢到處流竄 但是卻沒有地方可以去的狀況 儲蓄率一直是中國人民很保守的一個方法 存銀行 存銀行 讓他們能夠掌握什麼 很多的資金給誰 財團 各位你知道大陸有一個叫綠地集團 它已經不是在 它總部在上海 可是你現在它要去買什麼你知道 買紐約曼哈頓的大樓了 已經買了約翰尼斯堡的 倫敦的BetaSea Power Station旁邊的房子了 全部什麼把錢丟到海外去 為什麼因為錢太多了 我發展二三線城市以外 它後面背景還是軍方的 政府都這麼幹了 你想看看什麼意思 我錢真的太多了 不曉得要怎麼辦 而且我到國外去 1比6 現在1比8了 我為什麼不花 你錢好用多了 好用太多了 再來我買地 現在美國國債第一名的是誰 中國大陸 Holder 所持有的 現在開始買土地 買技術 買糧草 能源 剛剛講的 能源 糧食 技術品牌 要創立的就是這一些的 長到就是2040年 對啊 這很快的 所以你唯一有的是什麼 結果我們文創給多少 200億 你知道他們給多少 200億人民幣 一插插五倍 就光一個省跟一個省的對話 你怎麼對 沒辦法對的 我們太Week 什麼Week 文創 所以一樣要知道這些優勢在哪裡 國外來台灣真的看101嗎 你發覺沒有 他發覺三太子蠻有趣的 三太子我們棄之如必襲 人家看之如珍寶 所以廖老師也帶我們來看 剛才講到中國自己內部 非常高的儲蓄率 也加上中國自己內部的投資管道 比較沒有的關係 是不是就導致我們看到 現在全世界每個地方 都有中國的錢在買 買透了全世界這樣的現象 包含了房地產也好 房金市場也好 所有的中國資金 都必須要在全世界的管道去找地方去 沒錯 他這邊有很多是很有意義的投資 就像剛才原教授提到了 投資外面的我們講說能源 重要的天然資源 或者說買農地 準備將來作為牧場等等 或者說買其他的高科技 買技術 其實對中國未來的國家建設 發展非常重要 但是以後一大部分的錢 許指什麼 他不敢放在中國大陸 可能是貪官污吏 國去的一大堆錢 弄到外面去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照理講 中國大陸需要很多資金 你看他每年要吸引多少 這個什麼 美金幾百幾千億的外資 到中國大陸去投資 結果他自己很多的資金外流 所以這是很矛盾的事情 照理說中國大陸賺的機會那麼多 因為外國都看好 為什麼自己的民眾 不敢把錢放在家裡來投資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也是一個諷刺 當然也有人估計說 中國大陸每年外流的資金 可能幾千億美金 各種密密管道出去 這個是很難去想像 但總而言之 我們講說中國大陸 這個經濟必須要持續發展 它才能夠維持穩定 因為它現在的失業率 像年輕人的失業率是非常高的 還有它貧富差距也很大 最近問題都要解決 但還是有一個核心問題 就中國大陸最近幾十年 未來發展經濟 也可以說有點不擇手段 所以把他們的什麼 很多好山好水都給破壞掉了 那麼現在這個生態環境 如果說不好好處理的話 那麼它未來可能就是 過去幾十年的改革開放成果 都化烏有了 因為到今天 到現在 中國大陸持續什麼沙漠化 就很多地方沙漠越來越多 那個水污染是越來越嚴重 很多這個大城市 小城市什麼 外面都是垃圾包 以垃圾包為城市 垃圾沒地方去 水不能喝 不是沒水 水不能喝 環保議題 對啊 所以說這個也給我們台灣 一個機會 什麼機會呢 怎麼樣來協助他們處理這些問題 比如說水污染的防治問題 垃圾處理問題 如果說我們有這個科技 以及這個團隊的話 那個市場也很大 對不對 協助多國大陸 覺得他們水污染問題跟垃圾問題 哇 那這個商機是無限的 所以說這個多國大陸目前有些危機 應該就是我們一個契機 這個也是我們一個軟實力 幫他們解決這些生態啊 環境啊 等等的問題 不過說到中國大陸的購買實力 我現在也開始買品牌買技術了 就根據統計 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的這個金額呢 流向了富國的比例 從2012年的1分之1 到了去年已經快速成長到了2分之2 買什麼 例如說去買Volvo 例如說去買這個雪鐵龍的股份 還有例如說現在聯想好像打算 要去買Blackberry 所以從這些的訊息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買這件事情上 是怎麼樣的持續在擴大他們的影響力 在每一個產業 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補充一個資訊 那經濟學人士預估 在今年中國大陸對外的投資 會超過它吸收進來的 以前都是大家跑去中國大陸投資 大陸很少對外 但這幾年它對外的投資 走出去的戰略 讓它的資金大舉往外面跑 所以剛剛袁老師說的 它搶礦 搶糧 搶品牌 這是他們公司方面要去做的投資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要注意它消費的傾向 因為我們知道一個國家從窮到富有 它的消費會這樣子 衣食 住行 娛樂 剛剛你看到中國大媽 他們已經過了衣食 他們要吃飽穿了 這不是問題了 所以他們去買房子 他們去買車子 你看他們現在都是買這種東西 在下一個階段 他們要娛樂 教育和娛樂 這個就回到我們剛剛袁老師講 我們台灣的文創產業 我們比衣食 他們自己的做吃的就那麼多了 比住宅 他們也那麼多了 車子也那麼多了 那未來大家的戰場在娛樂 在教育這個上面 這個方面我想我們台灣一定有優勢 而且我們講的話他們聽得懂 我們唱的歌他們又愛聽 不趁這個時候 努力培養我們台灣的軟實力 文創的實力 去攻佔他們這個消費的市場 如果不用這一套的話 我們去跟別的國家比什麼電子產品 比什麼精品 比什麼高檔服裝 那個是比不過的 但是雖然現在中國的錢 是在全世界買偷偷 可是台灣對於中國資金 總是還有一種不安全感 感覺起來這股資金背後 是不是有一些政治目的 鄉村主你來看 是不是台灣在這方面的思維 必須要做一些調整 是 我們台灣這幾年 對於大陸來我們台灣投資 你看這次的福貿協定 福貿協定其實牽扯不一定是貿易 他有很多是大陸的服務 要來這邊投資 我們對他是戒慎恐懼 全世界都在歡迎中國的投資者 中國的大媽去買房的時候 我們台灣對他是有一些憂慮 我覺得我們台灣這個時候 應該重新調整一下 我們對他的一些思維 不要把他想的都是有敵意 敵意的在併購我們的東西 我們應該設計一些 適合他們的商品 這些設計的商品是 第一個顧及到我們台灣的 經濟安全 國家安全 第二個適合他們的消費傾向 這樣子造成雙方的雙贏 我想這個對我們台灣的經濟 才是最好的 所以看到中國的資金 雖然有挑戰 但其中也一定有機會 自己的思維 可能也必須要做一些挑戰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來賓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